作詞 深浮 Ihr 漢俱來 同學看一下 考卷再後面你們拿一下 然後我現在看一下解釋一下我們的其中考題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一我講過 我们最重要的时代是 现在式以及助动式 现在式的助动式行程困居 你看一下第一题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答案 你们等一下对一下答案 有问题再讲 好第一题 Enounce about every weekend 很开箱 第一题的话 太阶我跟你提示 every weekend 好你看一下我们的标题 第一题是 every weekend every weekend 就是现在式 每个固定时间 每个星期怎么样 周末 好那我们上次讲过 weekend 就是指礼拜六跟礼拜天 siturday and sunday 所以这一题没问题 我们是考你现在式 但是要小心 因为Enounce 它是第三人生单数 所以遇到第三人生单数的时候 我们当然斗是要加s 所以讲说 大家是要选a Enounce 每个周末都会去运动 所以答案是现在式 好第二题我们看一下 Jill 怎么样 Play chess in her free time 好什么叫做 Free time 我们讲过就等于怎么样 spell time 空闲的时候 好 Jill 空闲的时候都怎么样 很享受在下棋 好来 我们这边要听一个动词也是 第三人生单数一样 遇到现在式 我们一定要加s 因为它表示 空闲就是一个常态 那常态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用现在式表示 好 再来enjoy这个动词稍微注意一下 enjoy这个动词后面一定要接动银池当受词 所以它空闲的时候很享受玩西洋琴 很喜欢玩西洋琴 这个玩西洋琴这个play一定要加ing 所以这题我们也是 Colin 现在是 所以要填enjoy 第六题答案是选a 好第三题很简单 我们是Colin 吉他手 那个乐手 我们要加er 所以这题是Colin 的名词 来 nick is a very good guitar 尼克是一个非常棒的吉他手 所以我们今天吉他手 我们后面这里加一个er 我们也讲过了 一般的动词 好 这我们看一讲 一般来讲动词加上er 就变成一个职业 对不对 所以一个乐手怎么讲 很简单 就是吉他player 加er 好 第四题 Johnny will cook dinner 是一般who aspect 我们这边Colin 我们新奇的时候 固定某一天 我们吉时要选哪一个 我们要选um 所以Johnny他就是 固定每个礼拜三会煮晚餐 同学记得去外面哪里的 职终考考卷 好 我们这边要提一个 unwested 所以礼拜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甚至我们的周末 我们都是固定的吉时 我们用um um 好 再我们看一下第五题 Tip task about school 好 你这边看 我会给你提示 每天搭巴士 每天搭巴士 好 我们这边要提一个 每天搭巴士 好 然后呢 有一个怎样的 TAK加S 第三圈圈 单数加10 表示怎样呢 几乎 他的这个固定的形态 就是几乎每天都是搭公车来上课 好 所以我这边要提一个 适当的一个时间who's 就是我们当然听almost almost 几乎每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第一题到我们第五题都是讲到现在式 所以现在式不外乎他都有一个固定的形态 固定的什么时候 而且有一个时间的故事 是 every title 好 再我们看第六题 我们讲过 我们第二课 除了考固定的现在式之外 我们要考助动式的形成位聚 好 我们看第六题 where is younglisa and her sister born the plant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主持有几个人 好 两个人 lisa and her sister Lisa跟她的姐姐或妹妹都可以 sister 这个要讲一下 如果今天特别是指姐姐 我们就用 elder sister 如果是指妹妹 我们就用 younger sister 好 什么时候他们会登机 好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born the plant 就是登机 登机 所以既然是什么时候登机 我们看一下 同学说 那我自己用过去是可以吗 OK 但是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主动词 没有一个过去是 所以我们要用现在式的主动词 那已经这边讲过 lisa and her sister 有两个人 所以主动词 我们用 do 就可以了 如果间 我把 her sister 拿掉 只有lisa 的话 你就用 does 但是我们间有两个组织 lisa and her sister 两个复数 所以我们用 do 好 再看第七题 这就是考你了 来 wh为首的一问词 是问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一下 什么样 whose in your family 我们这边有四个一问词 都是wh开头 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适合的 好 大家讲过 你这样也是谁煮饭 我们这边是当然考你谁 这个一问词 什么样答案 然后填B 同学到考一句 麻烦你对一下答案 我们现在已经等到第七题了 好 第八题也是一样 那考虑什么东西 来固定的 你看 the shuttle bus arrive at 10 a.m. 好 看一下 什么叫shuttle bus shuttle bus shuttle bus就是固定来回的班车 比如说公车 比如说我们学校 有固定二号 这个二号就是我们的shuttle bus 好 那这个shuttle 老师还要再解释一下 shuttle呢 也可以当做什么意思呢 太空梭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梭子 以前古时候他们在织布那个梭子 所以你知道我们太空梭 英文怎么讲 就对一个space space shuttle 所以现在就是来回 因为你知道那个梭子 就是有来回这样 那以前仿制的时候 要用那个梭子去来回 穿梭那个针线 所以这个shuttle bus 我们讲过 我们就指来回的固定的公车巴士 所以二号是固定 你可以从我们昆山发车 叫shuttle bus 好 它说呢 我们的固定公车怎么样呢 什么时候呢 来 早上10点会抵达 一样的我们用现在是表示 所以第八题呢 没有 你看一下 好 固定是10点吧 你看一下 It arrives at 10 p.m. 它说呢 这有两个时间 一个是10 a.m. 一个是10 p.m. 它到底公车什么时候才会抵达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同学说 我应该是填 does 或是填 doesn't 因为它后面我跟你提示 我们的公车不是10点 里达是晚上10点里达 而不是早上 所以我们今天要填一个转折一下 我们要填一个 既然是得出重时的否定 要填 does not 好 注意下午 我们知道am就是早上 没问题 然后pm就是下午 好 那我说明 10点p.m.就等于我们24小时的几点 我们也可以考 22点10 22点就是我们的下午10点p.m. 是晚上 所以这题我们要填一个 因为我们的下桌bus 它是用单数 它的bus没有加复数 es 所以来回的公车 我们当然用单数 然后用否定时程 它 does not 好 那第九题 好 来 一样你注意看一下 我们注重时用 does 已经跟你提示的话 什么时候用注重时 does 就是主词是单数的时候 好 那我们看一下 A B C 好 我们看一下 A B C do 哪一个是单数 好 第一个 the children 是负数 我们不可以用 does 必须用 do 好 your brother 没问题 就是单数 第三个 I 我们今天不可以用 does you do 好 第四个 you 不管是单数复数 我们都是用 do 所以这题单 我们先要填一个单数的主词 用 your brother 好 是第九题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好 你们要对一下答案 好 我们看第十题 好 我们看看什么东西了 来 Did you meet any people at the party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找一个 后面这个名词 什么实性 后面要接名词 形容词 所以你看一下 第十题 这四个单字 哪一个是形容词 就只有两个 C 跟 D 好 那我们讲过 interesting 这个单字 属于情绪性的形容词 如果主词是人 我们当然用被动的 ED 好 那主词 如果是事情 是主动的 我们就用 ING 它是会讲 你有遇到任何有趣的人 这个人是怎么样 本身就这样 你觉得很有戏趣 我们当然用主动的 ING 所以我们当然要舔猪 好 你在这个业维上 有没有碰到很有趣的人 所以这个人 不是因你注意 是他本身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我们当然用主动的 ING 好 我们看 第十一题 boy food are 怎么样 le fried food 来 我们这边看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看到 THM 比较急 好 你看一下喔 煮过的食物 比怎么样 炸的食物来得更健康 好 问题是健康字的这个比较急 小心一下喔 你看这四个字 我们哪一个字是他的比较急 没问题 HELSI 是原急 形容词 Y 但是我们今天是比什么 主的 比炸的 来得更健康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把Y去掉 加上I 比较急 我们这个HELSI 是什么词 来 这是名词固样 我们今天是有一个VDOS 我们当然要填形容词 因为我们讲过 我们呢 只有形容词跟副词 有英文所谓的 原急 比较急 跟最高急 所以当然 朱第一个要先把它剃掉 那我们这边要填一个比较急 那我们讲过 因为HELSI 这个字的形容词 本身它有Y 所以形成比较急的时候 要去Y加上I 水滴C的问题 我们选C 好 注意一下 两个食物在做比较 哪两个 好 第一个BOY FOO 就是煮过的食物 好 第二个就是水煮的 这个什么叫FRIED FOOD 就是炸的东西 比如说炸鸡 我们英文怎么讲 我们讲FRIED CHICKEN 对不对 一般来讲 材料判断 煮的蛋米再来更健康 好 第十二题 This is a fun game It can be dangerous 很明显的 我们这边有两个句子 有两个直句 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连接 有两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连接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来 我们这四个都连接词 但是哪一个 比较是合乎文法 合乎文艺 所以要小心 我们的CSAIN 考题一定会考连接词 至少两题 但是你要小心 这四个都连接词没有错 我们要选择 比较适合的中文意识 你看 这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然后它后面很可能很危险 所以没有听哪一个 转这个语气 然而 However 很有趣的游戏 然而它是很危险 那突然说 我这边落险 BUT可以吗 OK 但是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BUT吗 没有 我们当然找一个适合的连接词 只要填一个 However A 我们看第13题 好 看第13题 好 这个是考虑什么东西了 来 Did you open 怎么样 睡眠 靳基老师在这课讲到 我们够借动一词 表什么东西 表休闲跟运动 好 所以这边很纯粹考虑 你有没有经常游泳呢 好 所以用我们怎么讲很简单 Go Sweeney 还要小心 Sweeney 这个动词我们讲过 它变成动词要小心 因为它的短目音间指音 我们在文法上这些斗词 如果变成动词 你要重复字尾 再加ing 所以如果有小心 不可以讲SW I and 你要重复字尾 and 所以经常游泳吗 固定片用Go Sweeney 好 老师说一下 Do用什么东西 我们讲过Do这一组 洗碗 记不记得 所以我们讲说 下次我可能不是考虑游泳 你没有经常帮你妈妈洗碗 那如果洗碗用什么 用Do Do dishes 你没有帮你妈妈洗衣服 Do laundry 我们这样科学上也可以讲Wash 但是习惯上 美国人他有习惯上 今天洗碗洗衣服 我们用Do Vish is 洗碗 洗衣服用Do 容嘴用Do 那这边我们是考虑 可以表运动 表修行用Go 好 第四题 小心小心 好 我们看一下第十四题 没问题 我们这边看 有没有能力做什么事情 我们固定用哪个pin Be able to 所以看一下 are you able to 来讲任何一种语言 我们用哪一个动词 没问题 我们带用speaker 所以我们这边打扰田珠 对不对 这就是卡道的一个 有能力讲什么话 我们用be able to 那讲任何语言 我们用speaker 所以这边没有问题 Do speak 那我问你 are you able to 我们还可以用哪个主动词代替be able to 就是can 所以这句我可以怎么改 can you speak Japanese 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我不用can 你可以用be able to 来表示 所以注意哦 我们be able to的to 是要接原动 你看第十五题 the robber 要考你什么东西 固定语言 怕什么事情 我们上次可以讲过 用be afraid of rober was afraid of 我们代表选c being caught by the police 什么叫rober 强匪 强匪呢 很怕被警察抓到 所以这边我还有一个考题方式 可以怎么考你呢 考 我们今天用被动表示 所以我这边要考你什么东西 我也可以固定的 我这边off出来 会不会让你贴什么东西呢 being caught 为什么讲过 记忆词永远只能够接两样东西 要码就是接 名词要码就是接 凤名词 所以注意哦 你今天是被警察抓 我们被抓的时候 当然这个预动词要变成 ing 被抓 be caught 还这个字呢 c a u g h t 它的原动怎么拼 就是catch c a t c h 现在是过去是跟过去分词 catch ca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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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题呢是纯粹考你 be afraid of 所以表示说 c c为中考你就是 他复听考你 诶 哪些的动词 我们的记忆影片 要接哪些复听的记忆词 所以今天的表现考你 害怕 不用be afraid of 请同学去后面 大家有其中考 考卷 我放在第六排 只有一个 然后对象答案 好 第十六题 来 Arthur spends beyond his free time practicing guitar 这边有tick 蛮暖的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同学想说 十六题 我们当然是选c 到时候 其实有一题 他就把off拿掉 有两个答案 他这边是很忍识的 他没有一个match 跟match of答案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卡到一个h i 是形容 就所有格 如果我今天 我把这个所有格拿掉 你当然用match就可以 什么原因 因为 花了很多 他有空的时间 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有空的时间 我们当然用 不可数名词 因为时间 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用match 来修设他 但是我们这边 为什么多一个off 就是因为卡到这边 有一个所有格 Arthur 花了他的 大部分的有空时间 空闲时间干嘛 练习 弹吉他 注意哦 这个东西来 spend这个答案是要讲 拳起来 跟亲密的enjoy一样 spend 他基本上后面要接动音词 花了很多时间在什么身上 所以来看一下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干嘛 练习吉他 所以看practice 后面要去音 加上rng 也是要接动音词 那个同学帮我们把后门关起来 他会藏到各地板 好 所以16题 我们选C 你们要对相答案 好 第17题 来我们看一下 One of Blink's favorite hobby 因什么样power 来注意哦 来我们今天固定colary 我们今天猜迷语 猜迷语或是玩拼图 固定用哪一个斗词表 也是要用度群连接 就刚刚老师讲的 洗衣服洗碗 我们固定用度 所以这个题了 我们用do it 为什么来了 好 旁边说呢 我也最喜欢的 兴趣之一 就是去解谜语 或是玩拼字游戏 玩拼图 所以这个puddle 这个单词很多用法 你可以说玩拼图 或是玩餐游戏 像我们元宵姐玩那个灯会 餐游戏也可以用do 你再玩那个拼图 也可以用这个puzzle 所以puddle这个单词很广很广 但是注意哦 我们不管今天是玩餐游戏 玩拼字游戏 我们都需要do 来连接这个名词puddle 好 同学说为什么不可以用do 你有没有看到 他有divit动词 myama就是is to 怎么样 你用两个答案 你可以用to do 或是用do it 但是绝对不可以用do 因为卡到 我们这边有一个vidos在这边 所以他最喜爱的兴趣之一 还记不记得我讲过 什么什么之一 one of homel 这些复数名词 但是他的动词是单数 因为所有的喜欢兴趣之一 就讲自一 所以当然don't是用单数 是干嘛呢 就是去玩拼图 或者是猜 猜你游戏 我们看第十八题 我们看第十八题 Bess and Jackson 他怎样interest 我们这边要同一个形容词 哪一个比较适合 来 Bess跟Jackson 他们两个有相似的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这四个答案都是形容词 但是我们要同一个合乎文音的形容词 当然是similar 相似 注意哦 我们就interest 才可以等于哪一个名词 Hobb Hobb 去外加ies 好 这Vips八题 好 我们看一下十九题 Susan Hobbits equal Susan Hobbits equal 来 这边看来什么 对的你接一词 我们要接什么东西 Reading 你看一下 A B and C 那他已经A给你提示 是用名词 好 所以C也是名词 但答案B也是用名词 只要填一个cooking 好 Susan的兴趣包括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读书 还有煮饭 还有一些戏剧表示 看演 看那个戏剧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三个都是名词 所以我们呢 Rudy 那要填cooking 再来填drama 这三个 A B and C 我们都是要填名词 这我们讲过and 是对的人间词 如果A B都是动词 你当然没问题 C也要动词 A B如果是名词 你当然C也是要接名词 好 第二诗题 好 这个很重要 来我们看一下 Eli Smyang Tulai to Chris Martin 我们要填什么东西 戒因永远不嫌晚 好 我们康里吐吐的句型 所以看这两个字 完全没有否定 好 但是你看翻译的时候 是用否定的仪式 说 今天这个事情永远不嫌晚 所以我们这样填一个never 我们的平衡故事 重来一步 对对 而且这要怎么翻 不会怎么样 不会太晚 干嘛 做什么事情不会太晚 今天这个事情永远不会嫌晚 好 再来第三个我们要讲到 我们今天借业英文什么讲 叫 Quiz Malking Quiz Malking 好 所以一到二十匹有没有问题 我们班 你没有跟老师讲的有问题 一到二十匹 好 我们班考得不好 好 好 这个题目我已经讲过 就是事先open book 好 但是我不晓得 我们班那个部级格是 应该不是私立的问题 就是你没有事先去做功课 好 所以我跟你讲来 期末考你家 我都已经事先公布 麻烦这些部级格的同学 没关系不要庆 因为期中考不是一次 一次定将三 其实中考考不好的同学 期末考 好好准备 已经跟你讲的范围了 好 回过来我们看二十一题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上 现在上第五课 因为我们的期末考是考第五课 好 第五课的模拟考题 好 那我们讲过 回到来我们的第二课 好 第二课我们看一下 把一样的固定考量 on the weekend 固定的 所以你看下用什么实态 现在是 他固定每个中午做什么事情 好来我们看一下 C要去写作 好 我们考量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意外 两个动词的时候 必须用to把它隔开 所以play这个动词不像enjoy 我们刚才考过 practice也考过 finish也考过 他们都是后面要接东西 但是play就是一般动词 没有意外 两个动词用to把它隔开 好固定每个中午会干嘛 习惯会写他的文章 所以你看 会计划系文章什么是 用play to write 我们当然选C 计划系 固定每个中午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看下来 我这边可以考你play 因为要加s 计划做什么事情 固定的事情 你要地下人称 但是要加s 第二十二题 这考你附加问句 附加问句很简单 如果其面是肯定 我们附加问句就用否定 然后这个已经跟你讲 其面是you主词 我们后面代名词也是用you 你会有吗 附加问句怎么办 can you 所以大家要选b 对不对 注意喔 我们附加问句 前面是肯定 后面就是一样否定 这题不会很难 但是我们讲过 附加问句不会常考 但是偶尔未出现了 偶尔未出现 好 第二十三题 来 也考你纯粹 也考你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 4 记忆识 我讲过 后面都要接动物词 同学说 你看 四个答案都是接动物词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今天考你什么东西 有没有看到 有动物跟植物 而且今天对你提示 阿提是画家 所以你看 这四个动词当中 哪个是符合画家 而且他后面有寿司 有动物跟植物 我当然跟你讲 画家是以画什么文明 对不对 所以当然我们要填一个画 画哪个字呢 painting 所以这就是考你纯粹 我们今天看到艺术家 你会跟哪一个动词 连接在一起画画 所以大家要填C 我们把他念词 The artist is famous for painting and animals and plants 这个画家 是以画动物跟植物而文明 我这边还可以考你 B famous 用哪一个介绍 我们用for 以什么而文明 24题 我们要填什么东西 Begin by introducing ourselves 后面有一个世界原动 这边考你十一动词 没考过 哪三个 后面要接原动 就只有三个十一动词 let make 跟have 所以这边很纯粹的考你来 大家要理 我们一起来介绍我们自己 后面要提示 介绍我们自己 所以让我们一起 没有let us 的缩线 let's 所以这题不难 我们当然填A 我们一起介绍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看一下 十一动词 后面不要原动 begin 好,这一题来选择题 I think like going out tonight 好,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四个 要填哪一个才对 你看第一个 为什么他后面跟你提示 I'm so tired 我怎么样 晚上怎么样 为什么原因 因为我很累 所以很明显 今天晚上我不会出去 为什么 后面跟你提示 已经很疲劳了 所以我们就要填一个否定句 哪一个是否定句 没问题 我们答案就只有C跟住 好,那我们讲过 I很纯粹考你 我们第一人生 新成否定的时候 我们用don't 没问题 所以我今天不太喜欢 不想要 I怎么样了 I don't like Going out tonight 什么原因 我今天不想出去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很贫劳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后面用I'm so tired 所以你这边要填一个 Don't feel Don't feel 也不可以填C 因为C是要主持是第三分单数 你才填C 好,我们今天主持很明显 是第一人生单数 我们当然形成我们的否定句的注重词 我们用dote 好,请问一到二数题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讲过 C生 这是跟C生一模一样 我们第二大体的阅读词车 就是包括我们前面的 所以看到一到二数题 我们办必经 我觉得最少最少你要答对15题 因为为什么 后面的阅读车会比较难 会比较难 所以我们这二数题当中 如果你其实要门槛要过关 我们就是前面要怎么样 要75分 前面要65 后面要65 加起来是130 对不对 你至少前面又一题2分 后面的阅读车 这边是一题2分 你至少要答对15题 15题 如果能答对二数题是最棒的 但是我们讲过 通常后面的五题会比较难 我们办B题 我们不要失望说 后面五题都要拿到对 当然我们讲过 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它不会导扣 所以万一如果不会怎么办 软猜 而且猜的时候 一定要猜同样一个答案 你不要猜ABC柱 ABC柱 这一定会去掉 一定会死掉的 对不对 你要把猜就是要猜图的答案 然后我们讲过 它不会导扣 我们看 来26到34 开始了 它就是阅读测验 阅读车 然后通常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会比较的 为什么这叫做柯肉池田空 西圣的柯肉池田空有两篇 有两篇 这两篇可以说是阅读测验当中 比较难的 为什么 因为你非得 从第一句看到最后一句 你没有办法说 像考图片的时候 我们就很简单下手 你先去看一下 准备什么东西 你赶快从题目当中去找答案 但是这种柯肉池田空没办法 你就非得歪歪的去 一个一个看 但是小心 我们的这些 柯肉池田空 一不会很难 就是会符合 大概基础级的程度 就可以写了 看这篇文章 考什么东西 我们课本最主要是考兴趣 所以看一下 我们这篇文章是考兴趣 你的是好有什么 我把它剪上去 然后通常的柯肉池呢 他就是每篇文章一定固定有五题 所以你去真正考西式的时候 也是后面答案 一定要五个答案去问你 让我们看 慢慢看 来 第一个 Hobbies keep people happy and relax 我们说呢 兴趣可以帮忙人们的怎么样 感觉让你保持很快乐 而且放松心情 好 这边有考题 我可以考你keep 后面接什么词 我们后面要接形容词当博弈 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感觉到很快乐 然后感到很放松心情 However 来 转正语气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当然要填什么 你看一下 我们的Hobbies主持是复数 所以今天我们代替Hobbies 用哪一个代名词 复数代名词 累 所以第二十楼题 大家要填累 有问题 However They are more than just fun at the game 来你看 如果你不会很简单 后面一个律动词给你提示 嗯 对不对 什么时候呢 律动词要用嗯 就是主持是复数的时候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这四个答案呢 答案是只有诸事复数的 而且今天跟你讲 我们是谈到很多的兴趣 对 用Hobbies 所以二十楼题不难 二十楼题如果你写错 我们讲话题 这里是受分离了 好 这些兴趣呢 他不是只有乐趣 跟只有游戏 所以课本就讲到 我们从这边 研发音师就讲说 你这个兴趣 不仅只有玩乐而已 不是说只有玩乐 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 你看出来 People benefit greatly from having hobbies 好 嘿 人们会因为呢 你从拥有戏律当中 会得到很大的乐趣 很大的利益 所以Penum就是利益者 受利益都可以 所以这个单字本身来 他可以当作动词 也可以当作名词 但我们这边动词 当作受到什么样的利益 因为人们有了戏剧之后 我们的受益良多 来后面的东西看一下 Greatly是一个富士 为什么 他用来修饰其他的动词 有很大的受益 什么原因 因为你拥有很多的乐趣 很多的兴趣 因为受益 好 这个来我们看一下 For Loss with 二十七帝要填什么 来 你看这四个答案 Streat 名字 Stressful 形容词 睡醒也是形容词 Streat 也是形容词 那到底我们要填哪一个才对 不要想太多 有压力的生活 我们当然用哪个形容词 B 好 我们说呢 有压力的生活怎么样呢 Harmest provide a nice break In a business In a busy schedule 在你忙碌的生活当中 咦 我们这些呢 会让你紧张 因为你压力很大 那我们的兴趣 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个休息 所以再强调 有压力的生活 我们讲过 人们都是压力蛮大 不管是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一定压力很大 那压力很大的生活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用喜忠词 Stressful 后面这个名词 生活当中压力很多 所以没问题 我们的4号 就可以暂临 忙碌的生活当中 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休息 那我们讲过break 来 我们看NPA球赛 中堂休息怎么讲 break time 你会看到break time 就是中堂休息时间 那我们讲过break 是指 你真的休息片刻 比如说像春假 它没有像我们的寒假跟暑假怎么讲 所以看一下 我们寒假 暑假要用哪一个单字 那个假期 我们不用break 不用vacation 比如说暑假 能够提什么假 summer vacation 然后寒假呢 winter vacation 但是我们春假 就是有短暂一个礼拜 9天 所以我们当然用break 所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break 都还真的休息片刻 还有这个是break 这不是当动词解释 break的动词是打破了 对不对 好我们这边很单 就是一个名词表示 很好的休息 好我们说呢 欸我们那些 永远的生活时候呢 我们的兴趣 可以在我们盲目的 日常生活当中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休息 好再看一下了 harpies can also bring your closet with others 好我们说呢 当然兴趣也可以带来 怎么样 跟人家的关系 会比较密切 好我们讲过 因为你有相同的志趣 当然你会跟他有话题可以聊 好比如说你看 你看我们社团 你为什么会参加韩武社 欸我说韩国舞蹈有兴趣 那既然大家对这个兴趣 对有相似的兴趣 你就有共同的话题去聊天 所以可不就强调了 他会带来你知道 跟别人更有亲近的关系 所以你看 我们这边有一个行动词标识 而且用比较集更亲近 你会跟其他的更亲近 好二十八题要填什么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填一个借记词 或是连接词 那到底这边我们要填什么东西 你看一下 来跟你提示了 participating 它突然间有一个IMG表示 那我们讲过什么词 后面要接动音词 借记词嘛 所以我们这边来 来的是借记词 很明显的A跟珠 那我们要填A或珠 为什么要填A 因为借着 你借着这些嗜好 那for什么意思呢 给这些嗜好 当然呢 意思不太一样 我们这边都要服务五一大笑 借着这些嗜好 可以怎么样呢 participating in different good activities 好 什么叫participate in 参与参加 大家讲过 我们参加 你说用participate 你还可以用take part in 参加 或是join in 好 所以我们这要提一个基词 大家要选A 好 记得差异不同的社团活动 来 什么叫做group activities 好 团体的活动 好 你可以怎么样呢 you can help with people who share your interest 好 我们刚刚二十九点一样 C 好 就说你可以跟别人一样 有乐趣 有什么乐趣 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兴趣 你的事好 好 所以我们当然二十九点 要填一个C 好 你看一下这四个答案来 第一个什么意思 Legio 空闲 Legio就是休闲 对不对 如果你填Legio 我当然讲 我跟你讲 他就是有空闲的时候 但我们这边要填一个 比较适合的名词表示 乐趣 好 所以在讲的时候这个句子 好 借着参与不同的团体活动 好 你可以跟其他的人共享你的乐趣 因为我们讲过 你就是有功能乐趣 你才会参加这个活动 比如说登山色 你就是平常对爬山有兴趣 否则你不会参加登山色 对 你喜欢那个摇滚色 对不对 因为平常都喜欢听摇滚音乐 你才会参加这个什么 Heavy rock metal的色团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所以 a reporter says the hobbits can even help prevent disease and make you live longer 这就要学起了 所以我们都没有考 你看一下 所以报告说 来报告此次出 来注意 我们这边可以考你 我可以把reporter画出来 然后填 请问这个动词要填哪一个 要填speak 填sate 填talk 哪一个 sate 某某业语说 某某报社说 某某记者说什么事情 我们用一个sate 所以这是一个考题 一份报告曾经指出 兴趣甚至可以帮助 帮你预防疾病 来画一下 prevent diseases 我们讲过 你看这个名词 先把es拿掉 design就是疾病 当然讲过 拥有正当的诗 可以帮助你预防疾病 当然疾病不可能只有一个 很多个 所以这个疾病记得要加 附属es 既然可以让你帮助预防疾病 没问题 会让你的生命更加长寿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起来 让你的生命更加长寿 英文怎么讲 make a somewhat longer 比较长 再讲一次 所以你看前面讲这么多 我们再稍微把它conclusion一下 他就讲到嗜好 嗜好 嗜好可以让我们更加怎么样了 课本讲 让你放松心情 自我更加有乐趣 然后我们讲说 通常经有很多嗜好 可以让人受益很多 比如说课本讲 你因为压力的时候 对不对 有的时候会让你提供 非常好的放松心情 好 如果有跟你跟大家 志同道合在一起 你们因为有志同道合 参加这个社团 让生活更加有趣 报告是不是让你讲说 我们的培养正当的嗜好 可以让你怎么样 预防各种疾病 让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更加的长久 就是可以活得更长寿 好 课本还好讲 比如说 什么叫做 到底有哪些嗜好 可以让我们生命更长寿 就是我课本讲的 你除了静态之外 你还有动态 静态可以让你的脑部更加活用 动态就是干嘛 做运动 可以让你身体更加健康 所以不仅是身体 心理上都要并齐 对不对 所以这后面就是 比较动态的 动态就是运动 什么运动 来 Exercising Playing games Golf But Riding at the Basketball Our own good example 这边后面都是动态的运动 他说运动 比如说像什么 有什么东西 Playing game 任何的球运运动 比如说像高尔夫球 起脚拉车 还有打篮球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这都是什么动态的 你看像前面讲是静态 对不对 你今天下西洋期 对不对 这种东西是比较静态的 后面看来 If you now want to get sick studying a hobby might be just what a daughter older 这个要填什么呢 假使你后面讲 什么叫get sick 假使你不要生病 我们这边要填一个否定句 你不要生病怎么办呢 你就要开始一个兴趣 这个戏剧来 这边order怎么办 很难翻 说你这order怎么办 我们order 比如说我今天去麦当劳 这个可以翻作点餐 比如说我要点一号餐 怎么讲 i like to order mean number one 我要点一号套餐 但是同学说 这边order 不应该翻作点餐 好 这个order还可以当什么意思 油购 我要订购 对不对 十一购物件 我要订购 从阿玛隆说他包括要订购什么东西 我们要order 好像不太对 那其实这边order怎么翻 就是医生帮我们整理出来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order很难翻 我们要怎么翻 整理 因为医生曾经帮我们整理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症状的兴趣 你就不会想得病 你不会得病 就是因为你有症状的兴趣 所以这边我们要填 30题要填B 一动 假使你不要生病的时候 你就是要让医生帮你整理这一套 你要有症状的兴趣跟事 所以我们讲过 基本上我们26题到30题 是根据我们第二课的文章 再把它浓缩起来 所以这一篇应该不难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一篇 你就谈到运动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班如果看 来请问 我们台湾的棒球赛有几支业余的 不是啊 职业的 我们谈上去有啊 哪一支 统一师 对 啊桃圆的 南米狗 勇士 勇士喔 勇士喔 有勇士喔 哪一家勇士 有吗 没有 记错 我不能说那个喔 棒球是篮球的 棒球棒球 对 这样我们台湾就是 我们有 实际上是没有很多啦 但是美国就很多 美国所谓大联盟跟小联盟 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喔 一般来讲 棒球这个东西 基本上 亚洲 我们的台湾 跟美国 事上都很受欢迎 所以你看 我们台湾 台南市 不要讲到台湾 我们台湾人的 体育场 我们有盛事 去统一师 会跟什么 对决 对不对 我们自己的主场 就好像你看美国的NBA 他没有自己的主场 美国大陆有自己的主场 像洋鸡队 纽约 纽约 我们就知道 纽约洋鸡队有自己的主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也有自己的主场 就是统一师 所以知道统一师如果拿冠军 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有啦 会比较适合 打折 对不对 有啊 适合是统一的啦 对不对 有打折 会第二届五折 但是我觉得全家好像比较好 全家是什么 为什么会马医寿一就是LAMIGO 对 他们的LAMIGO如果冠军 有嘛 今天就是了嘛 所以你看LAMIGO 对不对 是不是LAMIGO 对啊 没有错嘛 对那怎么翻 LAMIGO我们台湾怎么翻 圆 圆 对 桃圆的嘛 对 但是他们算是全家的集团 所以LAMIGO官公 全家 好多东西 马医寿一 所以应该我们的Seven应该要加嘛 对不对 要我们的统一是如果打冠军 一样要学哪里 很多东西要马医寿 要第二届五折 第二届五折等于是等一样 两样东西一样 打七届五折嘛 没有阿三里嘛 你要学全家 就是要马医寿一 打阿三里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边就提到说呢 其实呢 我们台湾跟有点类似 就这边谈到我们的棒球赛 老师傅里 还有谈到说 如果我们台湾的石棒 七天一打到红乌乱 全家打不来之后 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就会谈到 嘿 拉拉队 会有漂亮的女生 会送他们当地的什么样 代表这支队伍的吉祥物 嘿 所以这边有个东西 先把它看一下 什么叫Maskat 这个单字要被抢 就是吉祥物 那统一丝就是狮子嘛 吉祥物对不对 嘿 然后呢 美国会做什么事情 好我们很快看一下 我先讲一下 美国人他们就会手举着手 有波浪 有波浪 就好像怎样呢 真的海浪去吸血整个体育场 嘿 所以我们讲过呢 嘿 我们看四方就是那个精神要很high 对不对 嘿 然后会拿气力身体要逼逼逼逼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这边我们这样 这谈到我们的basketball 我们的棒球 而不是谈到篮球 好我们看一下 Basketball is a popular popular sport in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好我们讲说呢 我们棒球这个事情呢 在两个地方很秀万语 第一个就是亚洲 第二个就是美国 好 好这老师要教你喔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几周 你看他怎么翻译 因为就讲讲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就解称America 所以说你万一如果美国 没了王建民回来 王建民回来是不是 以前王建民是大联盟了吧 对不对 后来就回到台湾 对不对 好看一下 好所以我们今天主持人家棒球 好有个片化桥 我们就很受到欢迎 其实我跟你讲 受到谁的欢迎呢 因为他这边是接地区 我后面如果是接了 不要把硬感染什么来的这一次 好比如说棒球受到台湾民这种欢迎 我今天后面如果把那个寿子拿掉 我把国家亚洲跟美国拿掉 我改成people 台湾people 我要with 所以这个考人有关系如果说 受到谁的欢迎不用 be popular with 但是他这边很单纯 他就讲说 亚洲啦 美国啦 对不对 一般来讲棒球很受到欢迎 所以我们这边借此用in 国家 地点 好再看一下 好就讲到台湾了 你看 In Taiwan Fans use airhome to chew for their team and their ea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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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一下在台湾呢 什么叫粉 粉 粉痴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球队 我们都有自己喜爱的 比如说我喜欢的那个队 兄弟相 对不对 统医师 还有达米狗 对不对 在台湾粉痴会用这个东西 什么叫airhome 气笔 好大声 哎呦 吹钱就很大声 airhome把它圈起来 air是空气 home就是小喇叭 就是号角 那这两个是换做气笔 气笔 好 好 台湾很简单 我们粉痴呢 会使用气笔来干嘛 帮他们自己的队伍来加油 什么叫去肉国很简单 就是啦啦队的加油声 帮他们来做加油 好 这个team就是球队 这边是Beskyball team 为他们的球队用气来帮他们加油 而且会喊出 就用喊大声呐喊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这样的英文怎么讲 简单就是go go go 对不对 加油 go就是加油 好 那台湾来讲 这个事情 他说呢 when a player hits a home run a girls run the player a toy masker of the team after he runs around the bases 好 我们先看一下3cc要填什么了 我们看一下 很简单的 你看一下 主持a girl 对不对 然后这边固定的形态嘛 他这边就是用现在式 所以在我们这边时态统一 我们用现在式表示 填一个give 来主持第三能证单数 所以然后第三能证单数 动词要加s 好 我们先看一下他慢慢翻了 我们就当一个打击者 集出了群蕾打 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集出群蕾打用什么 hit a home run home run 我们怎么办 home run 一般的go home run 就是群蕾打 好打击者打出群蕾打的时候 女孩子会做什么事情呢 跑回本蕾之后 他会给打击者一个玩具 他们对我的玩具的吉祥物 好 这边画起来 什么叫a toy mascot 玩具的吉祥物 好 来奔回本蕾 本蕾怎么讲 the best 就是本蕾 所以整句怎么翻了 来 当一位打击者 打出了群蕾打 好 那打击者奔回本蕾的时候 我有一个女孩子 好 就会给这个打击者 一支他们自己 对我的玩具吉祥物 好 所以这边呢 这个男喔 什么叫messka 就是吉祥物 好 那没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用现在式 所以呢 我们参业集纯粹考你 主持计算人员单数动词 我们要加s 所以大家要选c 好 再三四二题还没讲完喔 他说怎样呢 basketball f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ll loudly throughout the game 来 我们刚才讲台湾 现在讲美国 所以呢 我们讲过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们要填哪个东西呢 好 我们这边要填一个 人间词 similarly 相似的 同样的 同样的 好 我们现在一样喔 他说同样的呢 欸 美国人怎么办呢 欸 我们一般呢 棒球的粉丝一样 好 整个球片当中呢 从头到尾这边呐喊 很高兴的听他加油 好 来 从头到尾怎么办 你看下 threw out the game 就是从球赛一开始打到最后 嘿 所有的粉丝一样 他们会很大声的听他加油 来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chill loudly 大声的去为他们加油 一样大声呐喊 可是他们有气敌吗 我是没有注意看的 他们有跟我们台湾 有拿起这样很大声的去明理吗 好像没有了 不过他们会大声的呐喊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两个东西都是很类似 所以当然我们要填 我们那个天使 只不是说这边用副词角表示了 同样的相似的similarly 同样的 对 美国的粉丝 他们整个球场当中 比完球帅当中 这段期间 一样会加入的很大声 所以这边看一下 一样的 我们加入的很大声 用副词来形容亲的动词 chill loudly 然后他们会怎么样 这个把他拿掉 我这个多挡出来 十九把他拿掉了 Lay怎么样 chain the word to traditional basketball song 他们会同样反过来 我们三点要填一个 C 好 经常他们会唱一些传统的棒球歌曲 美国是这样做 他们会唱一些棒球歌 所以你看一下 什么叫chain the word to traditional basketball song traditional就是传统的 传统的 然后我们这边要填哪一个 当然是经常 对 不可能很少 略是相当细少 没有 然后那个是从来没有 不对 seared是很少 所以你看我们这四个 我们的 原件事 那个 富词当中就只有一个open 是属于pilly富词 比较正面的 其他三个都是比较缝面的 我们当然是正面的 所以现在美国的棒球的粉丝 他们经常会整个球盘当中 会怎么会唱一些传统的棒球歌曲 我再把它拿上来一点 再看下来 我们看到这边 好 最后这是美国的课 美国人会做什么事情 来 Sometimes American basketball watchers do the web 好 你就会看到美国的棒球的粉丝 他会做什么 波浪的动作 就是手连着手 然后做波浪 所以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web 就是波浪 波浪 波浪 我记得 你们大概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我们国小的时候 每次如果有运动比赛 我们就要排字幕 然后排字幕就是说 有一个对面的老师跟我们讲 我们手上有很多颜色的旗子 或是那个牌子 然后对面的老师就跟我们讲 我们现在要换什么牌子 我们这样本身看不到 但是那个电视走过的时候 那个场面就很盛大 就会看到 这妈家的字幕 选手 他是换成什么样的字幕 是个图腾 或是一些字 对不对 美国人是做什么事情 他们做波浪 波浪 所以看这个字 美国的一些棒球观看 就是他们粉丝 他们就做波浪 我们来 a group of them together with them and hold up their heads then quickly sit down where the people 来我们看一下要听哪一个 他说美国做什么事情 美国他们的这些粉丝 棒球的粉丝 全部会站起来 做什么事情 他们会手连手 什么叫hold up 手连着手 当然跟谁很快的 跟谁连手 所以这边要停一个 跟他们坐在隔壁的群众 跟观众一起手连手 所以这边要停一个 我们的基地词配 nextube 就是连隔壁的 跟他隔壁的选手 不是选手 就是观看的人 会手连手 然后站起来 做这个波浪 对不对 所以在讲一次 a group of them together with them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的观看者 他们会站起来 然后hold up their heads 会手连手 很快的又坐下来 为什么事情 当隔壁邻居 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坐下来 坐下来 站起来 坐下来 站下来 所以你看他就是像波浪一样 有的先坐 坐到旁边就是站 再往旁边又坐 坐到旁边又站 所以像波浪一样 他们就用这样子来坐 这头上比较少 我们就直接吹气底 但是美国人 他们是用手连手 然后用波浪一表示 所以你看一下 in look 都没问题 35题要停一个 look是什么样的light 很小心 我们就赖我们讲过 是当禁止解释像 因为如果你当 动词是喜欢 我们这部是当作动词 喜欢是当作像 所以in look like 就很像什么呢 a wave of water is crashing around the stadium 什么是clash 撞击 这个单词老师要揪出来讲 这个单词比如说像坠机 就好像有 坠机英文怎么讲 就是整个飞机掉下来 air plane clash 就是坠机 那这边你看一下 撞击整个球场 steadian就是我们的运动场 我们的体育馆 体育场 他说你看 这个波浪大家的手远手 先坐站起来 坐站起来 这个波浪呢 就好像呢 我的海浪 整个是冲击到我们整个体育场 所以从远端 或是空罩 我们拍下去 很漂亮很壮观 因为他们的球场真的是 不管今天坐在什么 什么趋让 他们呢 看到自己的球员 打出了 一雷安打 二雷安打 或是全雷打 他们马上会做波浪 那就是 就是因为通常 通常的就是加油队嘛 你会做你那个波浪 所以就好像 海浪一样 会冲进整个体育馆 所以我们第35题要填猪 好 所以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我先问一下 刚刚讲过了 这边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克罗子 你非得就是怎么样 一篇文章 慢慢把它看完 但是呢 我们从36题开始 因为我这边是用pdf 转成word 所以没有看到图片 好 但是呢 形象就是图片 那考图片的时候怎么办 来有一个卷俏 我们如果一是图片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题目是为什么 再从题目当中回去找答案 每这样呢 解题方式就非常快 否则齁 你不要像那个前面的实题 克罗子 文章看完大概时间也就完了 好 什么假如呢 我们细续第二部分就是克罗子最难 然后刚才讲的第一题到25题最简单 为什么 考文法 然后考单字 那是最简单的 最容易得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先不要看喔 你先看一下文章问什么 36题 好 我们看一下喔 我们说呢 有哪一类的我们的艺术活动 他没有在这一次比赛当中被接受 同学拿一下你的考卷在后面 我放在第二排之后 先拿一下考卷 然后我这边有答案 对一下 好 所以呢 36题是问你不是喔 不是在我们的比赛活动之内 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单字 context是比赛 好 那什么叫rword 你的作品 而且是艺术作品 你的美术作品 所以呢 从小语歌语当中 你就可以以约识到说 这篇文章大概是谈有关美术展览 或是美术比赛 因为它有一个关键字 context就是比赛 好 然后第二个rword 就是美术的作品 好 所以你看一下这四个单 有什么 欸 照片啦 切笔素描啦 还有一些什么 有画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 他是写 哪一项作品当中 不可以在这一赛参赛当中 参展比赛 是not 圣诞七题问你什么 what will happen if a piece of art is entered into the contest on july 3rd 好 他说呢 下面的事情 假设你的作品 他进入到决赛 7月3号的时候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 所以圣诞七题也是问 欢什么事情 好 再来看38题 问什么来看一下 when were the awards s at the morning tex price 好 来 颁奖 什么时候 为比赛 就是会判 为怎么样呢 比赛完之后要颁奖 好 所以要问你会什么时候 所以要从我们的题目当中回去找我们的答案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了 我们的文章里面 他讲are you an artist do you like painting or photography 他说你是一个艺术家吗 所以当然这个但是我们学过 artist就是艺术家 好 那你是不是喜欢画画啊 或是你喜欢摄影吗 所以paint就是画画 photography 我这边是办做摄影 所以我们知道啊 从这一句当中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一定是美术比赛 或是摄影比赛 好 如果是的话 然后来 Excel enter the Green Tom Art Contest 如果你是画家 或者是说你是个摄影家 你就来进入我的参赛 什么参赛呢 这个当然是重要名词 Green Tom Art Contest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举办艺术的比赛 所以我们这样 艺术比赛英文怎么来讲 Art Contest Art Contest 好 但是比赛有规则 他就能看我们其实没有打星号 12345 有五个的比赛规则 好我们看第一个规则怎么样 来 All entries must be received by June 21st At the 3.30pm 好我们讲说 所有的比赛者 一定要在什么时候 6月21号下午3点半之前 我们要收到你的作品 好 等于说这是我们的比赛呢 怎样呢 解稿的期限 好就是你一定要在6月21号 3点半之前 要把你的作品计量给主办单位 好 顺便看一下啊 Actual怎么翻比赛者 参赛者 好 再来 就什么时候 6月 6月 6月21号 英文讲过 英文 123 我们日期的时候呢 有到123 后面要叙述 第一 第二 第三 所以第二十一就是我们的21号 所以6月21要怎么讲呢 我们要必须要讲24号 所以后面有一个ST 好 一样什么时候 3点半就是怎么念 3 30pm 好 下午3点半之前 我们的作品呢 必须要收到 好 再来呢 他讲说呢 来 Any light entry will not be considered 所有参赛者 如果你迟到 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我们不予考虑 等于说 万一如果是3点31 你的作品才寄到 我们主办单位是不收 所以这边有个单字画一下 这是什么叫entry 就是参赛者 好 再来什么叫做late 如果你参赛迟到 你的作品迟到了 我们绝对不接受 因为我们的laylight很清楚 就是6月21号 3点半之前 我们一定要收到你的作品 好 这第一个规则 好 来 第二个规则 All words of art must be original and cannot have been entered in the contents before 他说我们讲 我们所有的比赛作品 一定要是原作 而且他规定了 你的作品 不可以之前有参赛过的 好 就是说呢 以前之前比赛过 你不可以拿来重复用 一定是要原稿 而且是原件 而且是第一次 好的 第二个条件 好 再来 什么叫work 这边又换做作品 你的作品 好 第三个条件 来 我们类比要什么呢 就是你看一下 我们的36题就是这个答案 assettable tasks include painting drawing and photography 我们的参赛种类 可以制作的作品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你们的画画 第二个就是素描 包括你的摄影作品 所以我们很快看到第36题 他问你 什么作品 这次比赛不可以接受 就这三个除外 哪一个 C没有谈到performance art 艺术表演 没有 我们有谈到 可以 你的照片 可以 再来素描 可以 再来画画 可以 但是我们没有比照 没有谈到这个performance art 就是艺术表演者 所以第三个你就可以 马上可以写C 拿掉 因为我们课本问你说 哪个作品 不可以在这次参赛里面 当然是C 好 这样看一二三 第四个 我们讲完就想 就是先休息一下 第四的条件 This content is open to artists of any age but the minors must have their parents permission to enter 他说呢 这一次的参赛 我们的比赛 各个的女凌晨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年少者 必须由他的父母亲陪同 而且他母亲允许你才可以参赛 他没有任何很接受欢迎的凌晨 但是我们讲过 如果比较年纪小的人 要有父母亲允许你才可以参赛 我们看只有一个 Awards will be given out on July 5th 这边就有大脑 什么时候颁奖 来这边看一下 他跟你讲日期什么时候 你讲 7月5号 来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38题 没有7月5号的 你讲 你其他都不用看了 还有同学说 你不要看到 这是6月5号 我们的题目是跟你讲 我们颁奖是在7月5号 所以遇到座题目很简单 为什么 他不会像托福 你看完或是考那个GI 看完只订文章 你再订文的上 我们不会 像我们系织很简单 就是跟你讲 我们什么时候颁奖 来7月5号 你就赶快找到7月5号 所以40s8题很明显 就显示C 很简单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他说我们的参赛 我们什么时候颁奖 7月5号是会颁奖 我们来注意看 什么叫GIVE UP 就是颁奖 很会颁奖 All participating artists must be able to attend the world's ceremony That evening at 5.30pm 所有参赛者 不管你能得奖 我们晚上五点半 必须要参加这个颁奖典礼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们上次就给你讲了 我们看上次就给你讲了 我们看上次就给你问什么东西 What will happen if a peaceful art is entered into the context of July 7? 他的daylight是6月21号3点半之前 如果你是7月3号你的作品才寄来 会怎么办 但答案是不接受 他讲 You will not be ascending into the context 因为特别跟你讲 我们所有作品必须在3点半 而且是6月21号之前3点半又收 你看你7月3号已经迟到了 绝对不接受 第一题就有讲了 Any letter entry will not be considered 我们所有迟到的作品都不接受 所以3次题我们学 A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